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2月22日,据知名媒体人白国华的消息,恒大已经与球队的2号门将刘伟国续约成功。 不过主力门将也是国门的刘电座,以及国小徐星至今还未与恒大续约,二人是否会留在恒大还是个未知数。 白国华表示,恒大二门刘伟国续约成功,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 但是今年恒大合约到期的两名,队员刘电座和徐星至今没有续约成功,两个人是否会继续留在恒大,存在变数。 刘伟国出生于1992年5月2日,是恒大的替补门奖,2020赛季代表球队出战一场中超联赛和一场足写杯。 本赛季中超联赛,他只在第一阶段,第13轮对阵苏宁的比赛中登场。 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信息,广州恒大与球员刘伟国续约一年,经合约至2021年12月31日。 恒大主力门奖,也是国家队门奖之一的刘电座现年30岁。 本赛季他在卡纳瓦罗手下的位置,十分稳固。 自2019赛季,刘电座开始顶替增长,成为球队主力门奖。 有媒体分析,由于刘电座没有续约,因此恒大只能先寄希望于,不管是实力还是比赛经验的刘伟国。 若刘电座出走,恒大只能选择扶正刘伟国了,这也是恒大的又一个危机。 另一位国角,徐星和恒大的合同也在本赛季结束后到期。 本赛季徐星一共出场16次,但只有6场首发,贡献了三次主攻。 白国华表示,刘电座和徐星是否继续留在恒大,存在很大变数。 另据国内媒体分析,同样合同到期的老队整政治,由于身兼总经理的职位,以球员身份,续约的可能性已经不大。 也就是说,这位恒大功臣基本确定将退役。 N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